娛樂圈一圈,我是主持傅仙庭 我們一齊看看今期最Hit的娛樂新聞 韓國三大電視台,KBS,NBC,SBS的頒獎典禮 年尾陸續開出得獎名單,成為大眾焦點 首先就來看看SBS演技大相 今年最高榮譽的大相有兩位播 分別由模範繼承車二的李帝芬 以及惡鬼的甘泰尼奪得 他們老友鬼鬼還在台上猜情尋決定誰先講敢言 男子和女子最優秀演技相分為歸波劇 愛情喜劇、動作劇三個部份 其中與惡魔有弱,雙喜臨門 男女主角宋剛和金玉禎都有獎獲 兩個人更榮獲官網票選最佳情侶獎冠軍 真是由欺一面甜到欺愛 至於NBC演技大相就由男公文以戀人獲獎 這次亦是他第二度在NBC獲得最高獎項 這部浪漫的古裝劇戀人 亦是今屆NBC演技大相的大贏家 一舉橫鬆了年度最佳電視劇 男女新人等九項大獎滿了而歸 而今屆NBC迷你劇最幼秀女演員獎有兩位 分別就是獵女樸侍契約結婚傳的李世榮 和戀人的安恩真相賢奪得 最後的KBS大相就由崔秀宗以高麗士丹戰爭捧走 這個已經是他的第四座大相 但我就說他的地位和實力 已經不需要靠掌作來證明了 女子最優秀演技相就頒給孝森迪家國至維生的Yui 男子最優秀演技相就由分禮帶子的露魂 和高麗士丹戰爭的金銅進共同獲得 這麼巧,你三位得主倒是Idle出身 顏值出眾,演技同樣都得到觀眾認好 2023年的精彩時刻 不單有令人難忘的娛樂事件 還有各式各樣的榜單 當中最令人期待的 就一定是全球巴大最高顏值排行榜 首先就看看最美女明星是誰 獲豐最高顏值的女星就是南韓四代女團 毛毛嶺的成員Nancy 她也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奪得頭銜的領領後女星 Nancy去年已經是亞軍 而當時的冠軍就是美國超模Jasmine Toke 今年就變成了第五 另外在韓國被視為四代女團Ivy的張元英 和三代女團的BlackPink成員Genie 就分別拿走第27名和第23名 接著就看看型男 排第十位的就是防彈少年團成員B 她2017年曾經拿過冠軍 而張占第七位的張哲漢 就憑藉著狼爺榜走紅 現在由內地轉戰台灣演藝界 在前三名入面 來自香港的歌影視三妻藝人姜濤 姜B就奪得貴軍 而DC迷心目中的最影超人Henry Campbell 就奪得了亞軍 而今年全球八大型男冠軍 就是添茶Timothy Chalamet恭喜 由他主演的電影One Card 現在也是北美票房冠軍 好事成雙 那些歌是這樣的 大家一起聽歌聽故事 新舊跨年 我們當然要聽回首影接新一年的應景歌曲 今天要聽的這首歌 是來自蘇格蘭的傳統歌曲 Ole Inside 是蘇格蘭的傳統歌曲 這個歌是取直耶和新年到數時 經常演奏的歌曲之一 歌名是Ole Inside 是蘇格蘭的戴爾文 意思是舊天的朋友 簡單來說,即是友誼地久天場 歷史上蘇格蘭詩人Robert Burns 根據當地一位老人口傳紀錄而創作歌詞 內容描述、友情的深厚、重溫過去的美好時光 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友誼地久天場的中文歌詞有很多個版本 遠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唱法 例如二十世紀由百慕如粗刀作自己版本 就變成了和平年代的畢業歌曲 這首歌亦曾經被很多經典電影引用 例如《雲端南橋》一面 就用了友誼地久天場作主旋律 來到二十一世紀 友誼地久天場最經典的版本 就莫過於Marie Carey 在2011年跨年晚會上演唱 這條片的背景一直變色之餘 都不斷有煙花綻放 加上天后激情帶喜的演唱風格 即時就將日氣氛推向高潮 新的一年果然都要聽這首歌 聽完新年歌 現在又到日本樂壇拍花成績表 年度音樂盛事 第六十五屆日本唱片大賞 就捉住二零二三年為各位頒發獎項播 爆紅雙人組合 You are Sobe 捧植著全球大義神曲 Idle 和班作曲獎 和特別國際音樂獎 捧著Chang 入圍十大金曲的Ado 成功收割獎項 不過 她都只是透過電話發表得獎感受 和播放舊片段 還是不露面 有份出席頒獎禮的韓國女團 New Jeans 同樣收穫滿滿 捧走了優秀作品獎和特別獎 而值得一提的是 New Jeans 是今年唯一一個海外團隊獲得獎項 而當晚最大的看頭 就是成功十年的實力派樂隊 Mrs Green Apple 憑藉著人氣歌曲 Cue Sarah Sarah 首度奪得最高榮譽大獎 一種樂迷都替她們開心 剛剛落下聚幕的頒獎禮 還有第21屆Unforgettable Gala 作為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亞裔頒獎勝會 今屆依然都是星光浮浮 獎項方面 實力派Charles Melton 和知名韓裔演員Steven Yung 分別獲得電影以及電視最佳演員 在作品中帶來兩眼表現的兩位演員 Gretel Lee和Young Macino 就分別獲得電影和電視突破獎 日韓演員方面 在海賊王中飾演真人版索隆的日本演員 新田真劍佑表現出色 獲得全球突破獎 另外韓劇驅魔麵館的主演 姚炳歸 在劇中的勢力表演 就佬獲了不少觀眾 也有份獲得獎 另外為了紀念 李小龍世世五十周年 主辦方特意頒發全城獎 並且由李小龍的女兒 李香應代令 她認可這位武打巨星對後世的影響 非常有歷史意義 各位同學 我是你們的補習寫老師 Mix C 今天要和大家上中文課 今天要學的山字 已經寫在黑板上 我姓史 這句話其實就是一首無厘頭的TikTok神曲歌名 上年就紅片了兩岸三地和歐美青年群體 無論聽鐘是否姓石 又或者聽不聽得懂中文 這首曲調簡單易記的和仙鼠 先在內地抖音創下五億以上的播放量 隨後流行到歐美世界 再出口轉來銷 傳回中文世界 這首帶動文化的神曲和仙鼠 其實是來自中國內地博主 故席發佈一系列的呼咪影片 至於Full Mic 就是中國網絡直播平台流行的一種表演方式 通常主持都會配合一段動感旋律 去趕出台詞 藉此去帶動現場氣氛 這位博主針對五筒聲勢去創作詞曲 由於台詞押韻又沒有重複 音樂節奏強烈 帶入了家傳戶曉的歷史典故 怪不知得被不少西方網友都說這首歌 被落了東方洗腦魔法 而隨著和仙屎包紅 中國演員林一和文俊輝 南韓偶像團體ZB1 都紛紛加入了翻跳這隻舞 掛起了一陣全球熱潮 又有一位影壇巨星離開了我們 他就是韓國影帝李善君 上個月27日李善君被證實自殺身亡 享年48歲 李善君主演過多部人氣劇集 是百想藝術大想的長勝將軍 2010年他更加憑植上樓寄身族 製身國際舞台 炮帝演員身份 李善君私底下是出名的愛家好男人 他和演員曹宇貞愛情長跑六年感情煽殺旁人 而在事業的最高峰 李善君在去年的10月竟然傳出吸毒和透色的醜聞 雖然就有後續報導表示 他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的 警方的調查也錯流百出 但這位巨星的確因為分內出軌 而被人敲詐勒索 這麼大的醜聞 對於一位三好形象的藝人來說 是致命打擊 李善君最終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真是令人悲痛 相信他的作品將會永遠留在大家的心裏 不少的樂迷都喜歡動用AI科技來還原偶像歌口 就好像新加坡歌后孫燕之一樣 因為分後減少露面 令到一班歌迷消棄了AI孫燕之的熱潮 後來連孫燕之本人都出鋪 自嘲自己已經變成了冷門歌手 根本就沒有能力 跟幾分鐘就可以唱到一首新歌的AI歌手相比 不過AI又怎會鬥得過本尊呢? 雖然之 早前就難得登上跨年晚會 演唱神奇、逆光等等的代表作 連連串的經典吸引了全場來大合唱 進顯了天后的魅力 看Live的人數最高峰的時候 竟然高達3.2億人 認真厲害 感覺你正在的地方 一直在我心拍 Fans以喜歡的 除了是偶像歌喉 更加是他的性格和舞台魅力 只是這一點 AI又可以怎樣取代呢? 相信AI模仿歌手 絕對就不能取代本人 今集節目差不多了 想關注更多的娛樂新聞 記得繼續收看娛樂圈一圈